路透社在7月9日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在这个星期推出规定禁止联邦政府将采购合同授予使用中国华为、海航威视、大华技术股份、海能达通讯及中兴公司产品的任何企业,任何在日常操作当中使用的这5家中国公司产品的企业,如果依然希望获得美国政府的采购合同,就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决定。 路透社说,这项的规定可能会对美国政府保持商业往来的公司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现时是需要证明未有使用浙江大华技术或海航威视的产品,而这2家中国企业生产的监视设备也是摄像机在全球市场上属于是畅销产品。 路透社举例说,亚马逊公司今年4月就从浙江大华技术公司购买了1500台的摄像机,用来疫情期间测试员工的提换,而亚马逊公司的云端服务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主要承报上,目前正在是和微远公司争夺价值可达10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的云计算合约。 路透社说,这项规定将会由联邦采办管理委员委员发布,计划在8月13日生效,白工方面明确表示规定的执行不会拖延,而且很难获得决明。